KIT 私下探讨心理学。 老爸吴宗宪直言,不行在一起。 由KIT 双金融主持人主持的新节目Sony Mobile 超级新人王,7日举办开播记者会,吴宗宪特别献身为徒弟,女儿加油打气。 他说,20年前选秀节目可以找到15个新人,现在可以找到10个就已经很好了,现在的环境很适合走红,还有在 Easy Today 这个平台,可以让更广阔的人看到,毕竟现在突然要红,谁也不知道。 ET Today 新闻云马永瑞副董事长在台上致辞时表示,现在网络节目还是有部分受到辩识节目的影响,但网络节目必须走出自己的路,因为大家现在都用手机收看,必须要有互动有共鸣,而节目的长度跟内容,一直是 Easy Today 新闻云治理的目标,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超级新人王。 。 吴宁宪宪宪宪宪宪宪也不忘调侃Keef,最近她心情状态比较不稳定。 。 Sandy私下曾与Kid探讨心理学 吴宗献说 小心不要聊住聊就带回家了 被问到Kid可以跟Sandy在一起吗 吴马上回 当然不行 Kid被问到最近与许维恩的状况 他表示 现在很好 因为两个人在工作上还是有互动 能看到他 一起工作就很开心 先前传出许维恩与师弟吕瑞 疑似抱新恋情 Kid说 我不认识他 其实我私下不会过问小恩工作上的事 吴宗献说 没关系 你下次 谈恨恋爱 就知道了 下次就偷偷摸摸来 因为 公开等于分开 吴宗献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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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被问 吴宗献恋爱 该给人家多少就多少 吴宗献说 吴宗献说 他没有那个恶意吗